目前 水阳市全市疫情处于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近日 水阳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 提醒广大消费者在疫情期间消费做到五个药 一是消费者要到征兆齐全管理规范的场所购买生活用品 食品 不要购买来历不明的肉制品 冷链食品 自觉抵制野味 购物时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做好防护 二要注意查看相关标识 购买预包装食品时 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 保质期 储存方式等相关标识 三要注意理性消费不抢购 不大量囤积物品 防止食品过期变质 造成浪费 四要注意留存相关凭证 五要注意依法维权 可拨打12315电话或登陆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 沈阳市消费者协会还向全市经营者发出倡议 一是不哄抬物价 不跟风涨价 保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稳定 二是不违规经营 不制受假冒伪劣商品 不得已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三是对消费者投诉不推诿 积极妥善处理消费者合理诉求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